好你手中有鴻海嗎 我們趕快帶你來關心一下鴻海 如果你沒有的話 現在你身邊一定很多人在搶進鴻海 我們來看到這個鴻海最近散戶大軍殺入 大家覺得減便宜時機到了 覺得殖利率都已經暴漲了 現在跌到100塊以下 有人形容說那叫做老天爺送過來的禮物 好但是問題是 中國現在不是要查稅富士康嗎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鴻海股價 不是就掉下來了嗎 那我們來看 現在有人講外資有內線消息 因為在中國要查稅 要查他的土地利用這個消息 都還沒有出來之前 外資突然間已經借券大量賣出 而且你還看到庫克突然間跑去中國 大家說是不是要幫他這個最大的代工廠 富士康好好喬一喬 就喬不攏還是要查稅 所以你看外資借券市場 哇不得了 大家大舉的借券賣出 然後大賺一票了 最近才看到大家都的借券趕快再還回補 趕快獲利放口袋了 好那接下來重點來了 現在是不是應該要買鴻海的時機點 這個查稅的一個狀況 會越演越烈 越來越嚴重嗎 郭董要趕快如何拆彈 我們趕快問問時聰哥 對我們現在想一下說 事實上有很多外資在之前的 這個借券這件事情 我覺得政府要好好查一查 為什麼因為其實我懷疑也是有心人士在裡面做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鴻海被查稅來說的話 根據環球時報的說法是 9月初就開始查了 所以應該是有人早就知道了 但是消息一直沒有對外見報對不對 那不論是說是外資還是他們鴻海內部人士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請金管會去看看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樣貓膩的存在 那就一定是內線交易對不對 所以這有這個嫌疑 所以我才說請金管會要可能留意一下 這裡面的這個情形 好那我們就講 因為鴻海這幾天股價破百元 因為我們到其實之前 股價都在100到120之間 上上下下震盪 那當時這個有人問到 這個劉樣會董事長就說 你們鴻海股價好像是不動產 就是這樣子一直這樣來來去去 對 那他就說這個可以長期投資 那我覺得其實也很多散戶朋友 的確把它看為是一個長期投資 因為如果你用殖利率來看的話 他每一年配股配息 現在殖利率已經到5%以上了 對不對 已經符合所謂高殖利率 他去年配5塊多 明年如果按照這樣的狀況 應該也配5塊多 如果除以100的話是5%以上 5%很好耶 對 那另外一個點是什麼 因為這幾天裡面很多網友就說 100以下是老天爺禮物 為什麼會說100以下是老天爺禮物呢 因為他的每股禁止 大概是在100.5元左右 所以他現在股價還不到他每股禁止 也就是說如果你把它拿去拆了賣了 這個禁止可以到100.05 所以看起來他應該有網上的空間 但是最近一段時間主要是外資在怕 因為外資就說他們最怕這種不確定性 所以一直賣一直賣 賣了11.5萬張左右的數字 散戶其實也沒有太熱情 雖然零股交易很多 但是這幾天其實融資也沒有增加非常多 反而有點減少 所以看起來真正的大戶反而是沒有進場 但是看起來的話 是小散戶是很熱情 因為零股交易很多 零股交易非常漂亮 所以看起來是小散戶很熱情 這個股價接下來怎麼看呢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看 它最大變數還是在於 這個所謂中國到底要開給它 什麼一個罰單 如果這個罰單數量很驚人 因為其實之前的 我們徐旭東董事長被罰了 大概折合新台幣是20億 20億來說對它當然影響不大 如果開出來這種罰單 我覺得對鴻海影響是不大 所以如果幾十億都還好 那都還好啦 那幾百億呢 就會有影響 幾百億就有影響 幾百億可能就EPS影響到一塊 那你零點幾那影響很小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看它 接下來這個罰單到底是怎樣的數字 如果是天價罰單 那就可能會有影響 可是我覺得這種在中國經商都不經查 對 當然不經查 因為大家都講說 以前就講你去經商是人質的社會 你很多地方打通關什麼的 你這一查起來一定都有問題的 當然有問題 我覺得不是說在中國 在台灣也是一樣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要查稅的時候很多都可以查 我們就講現在郭董他們遇到 或鴻海遇到什麼問題 第一個 你看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郭台銘董事長他自己個人 跟歷任領導人 其實關係都非常好 像跟江澤民的關係 或是說跟胡錦濤的關係 聽說都可以直接打到中南海去的 大家說他紅頂商人 對 但是他跟習近平好像就連不上線 因為習近平本身他是比較 對商人沒有那麼友善 你看他一直罰什麼馬雲馬化騰 你就可以看得出端倪嗎 他對商人其實是沒有那麼友善的 所以他們是沒有辦法直接連上線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總電話打不到他那裡去 對 雖然習近平跟郭台銘 習近平有說這個郭台銘是我的好友 可是問題是習近平的個性就是 反正我要罰的時候 我也不管你是什麼朋友 他就是這樣子罰 好 那第一個 因為為什麼不經查 因為富士康早年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其實各省市的領導人都很在意 就是說你來我給你很多的優惠 譬如說他2008年去富士康 去重慶的時候 當時的重慶省委書記給他什麼 這個薄熙來就說 我對你所謂的良緬三減半 同時間你的稅率 我給你降從25%降到15% 薄熙來現在也在勞民 對 那這樣 可是問題是你看薄熙 當時中國對地方上 對這些他都是正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你地方怎麼做都OK 譬如說2011年的時候 他不是要去鄭州嗎 鄭州當時開給他是怎樣 說我土地我幫你取得土地 那現在就要查了嘛 你當初取得土地是不是有違法 你怎麼可以幫他這樣做 政府說幫我的啊 那鄭州市政府當時還幫他做一個什麼 還幫他做一個保稅園區 然後同時還說你來的話 我給你這個五免五減半 所以五年減半五年減免 各種優惠各種客權 對可是問題是你看 2015年的時候中國國務院就說 他說沒有經過國務院批准的 任何的東西 都要全部按25%的全額繳稅 地方政府講的也不認喔 對那所以你當初有沒有跟中央政府講 沒有講你地方自己講 好所以現在可以回推回去嘛 所以你要就是說這樣查 當然不經查嘛 這太倒楣了吧 沒辦法 這個本來中國就是他 他現在說我是合法啊 中國有這樣的法令啊 那你這樣突然間給我翻臉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現在國際廠商 到中國投資會害怕就是這樣 你當初給我的承諾現在都不算嗎 還是怎麼樣嘛對不對 另外這就是現在在查稅的時候 他會很大問題就是看他要怎麼查 他如果認定很嚴格的時候 這些都是會被查 那如果他的增值點逼值點 當然這也是可以批評方向 就沒關係這樣 好第二個就是土地 為什麼因為事實上 他們去中國投資的時候都要伴隨著 因為他們的廠房都非常大 所以非常大的時候他說要的土地都非常非常多 譬如說像在鄭州廠 他要的就是聽說是好幾十公頃之多 那麼大的土地的時候 原來不是只有蓋他的廠房 他同時還要蓋他的宿舍 所以鴻海因為這樣之後 他2005年有成立一個叫做宣勝投資 那這是在香港設立的一家公司 他的資本是30億港幣 那他主要做什麼 就是說我這個土地這麼多 我當然科技園區我自己開發 比如說有富士康的科技園區 你別在廠商也可以來進駐 我的協力廠商 如果你要當我協力廠商 也可以來進駐 你繳錢 等於是我開發這個工業區 另外就是周邊的宿舍 我自己蓋 對不對 我自己蓋 然後如果這個地方形成一個商業圈的話 我也來做商業地產 所以他根本就也變成一個房地產集團 我覺得這個以郭台銘董事長的 這個金打細算 他當然要 這個他也要賺 所以你看他至少有五個 以這個宣勝投資來說 他至少有五個房地產的 地產的開發案 還有兩個住宅案 另外還有47個工業園區 好 那這些土地你怎麼取得 當初是這個省市政府說 沒關係 我們給你這些土地 請問你有付什麼錢嗎 沒有 不是你當初說要那個 招商你都送我 這就是可以查 你當初都沒有說好 又一樣 又翻臉 就翻臉 所以這就變成是說 現在他要查你怎麼用土地 你當初跟省市政府給你的是說 你只能夠做工業用途 那你怎麼弄這個商業區在幹什麼 那你用住宅區在幹什麼 那個就是我工業周邊的設施 他就可以翻臉 他現在就是翻臉了 所以我講什麼白口莫辯 過去大家農情蜜意的時候 都沒有問題 現在已經翻臉的時候 這些都變成是劍拔一個一個設想 所以一條一條 全部現在都違規了 所以現在就是 我就講 現在中國可以很重的罰你 也可以很輕的罰你 就端看郭董你的態度 就是現在看郭台銘怎麼回答 我看郭董 是我在街上 我看郭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